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剪辑制作的一些小知识小技巧 这一期的Vlog我觉得会非常的精彩 因为我会和麦田一起去杭州 我会参加这个影视工业网的一路同行的活动 那在这个活动里面呢 我们会和很多的视频自媒体人呢 一起探讨一些话题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能够认识更多的在这个领域做的一些非常优秀的前辈啊 那今天在路上呢 我也想和大家聊一个话题 这个话题其实和上一次的Vlog里面讲到的 这个提问的问题呢有点相似 但这次呢我想聊的话题就是 养成独立解决问题的这个习惯 是非常重要的 OK你们看一下特里现在在干什么 我们在等飞机 嘿大家好 现在我们在等飞机很无聊 所以说这个时候应该健一下身才行 继续 还可以 还可以这样 一般我在家里喜欢这样 哇 哇 其实有一个小插曲 我们早上五点就起床了 但是我们现在十一点了 还在等飞机是怎么回事呢 OK继续刚才的话题 就是为什么我们五点出发 十一点才坐到飞机呢 就是我们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就是机场都是起飞之前 45分钟就截止 就不能直击了 那这个时候你就只有改签或者退票了 结果去的时候呢 排了一下队 刚好就是 还有42分钟 那这个时候就完全错过了 杭州 我们终于到了杭州安全抵达了 哇我们到了KFC 要加加餐 飞机上的东西总是吃不饱的 OK我们再继续之前说的内容 每一个人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啊 不管你是菜鸟还是专家 不管你是新手还是老手 不管你是做哪一个领域的 每一个人他都会有自己要去面对的问题 要去克服生活中的大大小小的困难 只是说每一个人遇到的问题 会不一样 类型难度也会不一样 不要以为他是成功人士 所以说他就没有任何问题需要去面对了 那今天我们要说的东西呢 我觉得适用于各个领域的观众的 不管你的职业是什么 你的状况是什么 接下来我会把一些之前在微信公众号 或者是在B站私信里面说到的一些问题 拿出来和大家分享 那 好像一样 当然我把拿出来和大家探讨 并不是说要拿出来批评一下 提出这些问题的同学或者是观众 是为了举例说明并且呢 在这个探讨的过程中告诉大家就是 你在问问题的时候要注意的事情 以及要怎么样去解决你遇到的这些问题啊 第一个让我比较无语的问题就是 这个问题其实和前面也有点相似 就是也是不明确 能推荐一下相机吗 能推荐一下电脑配置吗 他就只问了这么一句话 那这有个什么问题呢 我怎么知道你买相机你是要拍照多 还是拍视频多 你是要多少的预算 你电脑买来到底是要修照片呢 还是要剪视频 你剪视频要剪1080P还是剪4K 还是你要做3D渲染 你要搞那个Maya Cinema 4D 甚至是一些非常高级的实时渲染物理模拟 你都不告诉我我怎么推荐 那你要让我推荐相机对吧 我推荐你买飞斯 推荐你买哈苏怎么样 你必须要把这个问题真的 你要尊重这个问题 把这个问题问清楚 双方才能够更加的节约时间 好了我们现在走了 接下来要去 去见一位神秘人士 是我跟他约了很久 一直想见面的 好了我们的神秘嘉宾到了 他是谁呢 他就是老金 嗨大家好 来来来来 握个手握个手 终于见面了 终于见面了 我都等了很久了 好走 我就会把画质调到最低 人调到最低 最低 好了我们现在下车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去酒店去看很多牛逼的up主和vlogger了 好我们继续来说刚才的那个话题也是那个提问的问题 那这些问题都有哪些特点呢或者叫问题呢 那第一个问题呢 我觉得很多人问的问题就是太笼统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的问题不具体 或者是他在问问题之前他就根本没有确定好这个问题是什么 我等一下我先把这个调好 刚才说了就是不够具体 没有把这个问题的细节讲清楚 因为你的问题没有那个细节在里面的话 就是被提问的那个人是 不知道你啊 具体真的是在问什么问题 我是会很认真的对待粉丝的问题的 尤其是一些同学他把他的问题 一二三四都列得很清楚的时候 我觉得在提问之前是花了心思的 假如说我不懂一个东西啊 我要去问其他的专家 比如说那我不懂冲浪对吧 这里老金是冲浪是玩的很好很好的人了 那我要问他冲浪的问题的话 那我肯定也会思考 我要在哪儿买冲浪板对吧 要什么材质 然后我冲浪的时候要穿什么衣服防晒啊 或者是准备工作从哪儿开始学习 不穿衣服 那肯定不行的 反正我要是要问老金这样的问题 我肯定会说老金我是个冲浪的新手 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啊 你有空的时候再回答我 然后我的第一点是什么 第二点是什么 第三点是什么 最后哎感谢你来回答我这个问题 然后呢 希望那个我们以后如果可以的话 如果要加微信呢 我一般如果我要加微信的话 我都会是这样说 我说哎你好某某某你好 我是干什么的 你做的内容很好 我非常喜欢 然后呢我做的这个内容和你非常契合 我们以后或许非常适合合作 我们可以和老金一起拍一期vlog对吧 你知道吗 其实老金我是先加他微信的 他是投稿上期投了一个稿 然后你的内容 投了三次 三次 我记得 但是因为最后一期那个2017嘛 哦对啊 很多人投的稿 我都会看的 只是说老金那个最开始的 我都没讲你的 但是我是看了我就听好的 是因为我排期嘛 我排到那期去 对对对对对 哎大家记得吗 就是那期撒狗粮的 哎狗粮撒起来 无人机在那个方面 好狗粮吃起来 哥们你这个b装的可以啊 首先你看又要这样稳住 然后哎 然后这边还要操控无人机 这个难度相当这个 这个b装的可以 后来我在b站上看其他视频的时候 也就搜到一个你的那个新的 后来又有视频了嘛 然后很多人就会问 哎阿卜卓你剪的视频很好 你调色怎么调 然后你在下面就说 哎大家去关注特里的 然后他对啊对啊对啊我字母说过 我觉得具体操作还是看特里的 对就是什么问题 我就觉得他不仅看了我的视频 他还还要帮我宣传 本身技术也很好 那我觉得这样的朋友非常适合交 那就我就去主动发私信给他 哎老金你的微信是多少 我想加你一下 我们以后可以一起出来玩啊什么的 对啊对啊 然后我就加他微信了 然后现在我们就到一起了 就在一起了 一个房间共度 共度一个房间 不是这样的 玻璃还是透明的 那时候洗澡怎么办 十四三个呢 OK那我们待会再见吧 看到没有 视频大拍档 来你帮我撕一下 看这里 首届影视自媒体人之夜 看没有我也是影视自媒体人了 感谢影视工业的邀请啊 来挺好的 贴哪都可以只要看得见就行 i'm not gonna get too close Don't you get too comfortable Don't you get too comfortable Don't you get too comfortable 养成独立解决问题的这个习惯 是非常重要的 是非常有用的 我大学的时候我学的专业是通信专业 应该是电子信息工程 其实就是通信加上电路板电路设计 高三的时候玩一下跑酷嘛 录了一些视频 那我这个时候就要了解怎么去拍视频 但那个时候我其实摄影水平很扎 我用的是DV 那个时候画质拍的也很扎 先不说那个视频的事情 当时我学跑酷就是说 我看到网上这个跑酷视频非常酷 我想学习一下 那我就怎么办呢 我就去搜索一下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 知道了有YouTube这么一个网站 然后我就找到了这个很多的跑酷视频 还有跑酷教程 那个还没有GFW 没有把它强调 那我当时就可以看一些YouTube上的教程 那后来我后来被强调了 我还是坚持就是在YouTube上看一些跑酷的教程 然后接下来呢 又对设计比较感兴趣 我就设计挺有意思的 我去看了一些设计的教程 学了Photoshop AI 然后还有InDesign 后面呢又开始做一些影视后期的东西 当时是做AE 但是学校有些受他们 他要做宣传视频 或者学校一些团委啊 或者什么部门 他们需要做一些活动宣传视频 那这个时候呢 我也是去接了这些 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专业范围之内 但是这个基本上全是我自学 也没有说有人带我啊 去问什么 我就感兴趣嘛 我就去搜索 真的要学会怎么样利用搜索引擎 搜索你感兴趣的东西 我们待会再说搜索一些技巧 然后来学了Cinema 4D 学了Nuke 来做一些合成 当时呢 没有做Maya 没有做Max 我觉得是比较可惜的 但是还看了一下ZBrush 做3D那个捏人像的 那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东西 要学到一个技能 那就是一个问题 你要解决这个问题 你要克服这个困难呢 那你要养成自己独立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你就是要尽可能的去找到你能找到的资料 然后花时间去解决这个问题 克服这个困难 后来我怎么成了一个程序员呢 因为当时我要 那问题就来了 当时我要做一个创业项目 那我们参加那个学校的什么比赛 找不到程序员 没有人懂 我当时有个这个啊 我这个idea 这个创业idea非常好 这个做出来肯定是 没办法 我就自己研究呗 那我就开始学习 最开始我学的还是PHP呢 世界上最好的语言 当时我学PHP 然后我就很有意思 编程 然后我又学了其他的各种东西 以后后续的就其他语言各种东西都需要 然后又恶补一下算法啊 计算机科学的一些基础啊 hello 那后来我也是怎么做视频这块呢 是因为我当时在学校在那个工作的时候 我第一次买了相机 当时买了GG4 我想你会拍点视频 但是呢也没什么题材可拍也不懂 那我就去查呗 多看一下网上的教程和资料 然后查资料同时 另外一点就是要实际实战嘛 就是要多积累实际的经验嘛 当时我的做法就是 只要公司有任何活动 我都把相机拿出来 拍拍拍乱拍一生乱拍 关键是拍了之后呢 要花心思去把它剪出来 不管你的这个拍的很烂还是好 不管你这个剪的烂还是好 你就是要去实际真操实干去做出来 哦这是 yo what's up 我看一下 卡这个这个这个 连我什么名字不知道 尴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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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头发一剪的话就真的任务出来了 哈哈哈 OK OK 就是视频大会上 这里 yes you're right 那我们待会再说一下这个搜索 怎么搜索我有哪些技巧 OK Himself ashi i o